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Anytime 今天这个视频呢是Sephora Haul 最近在Sephora补了一点已经用完的东西 然后又加了几样我一直很感兴趣的一些黑科技的东西 有必备的,也有想试试,觉得好玩的东西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跟我一起看下去吧 第一个产品的是Way这个牌子的Antifreeze Freeze这几个字就很吸引我 因为我的头发就是非常的毛躁嘛 毛躁 I suppose就是解除你的毛躁 给你头发一点那个光泽度 你放在包里 今天的天特别的阴 然后外面 又是打的,又是下雨的 湿纸镜一样,一个个单个包装的 有点像西油纸那种感觉的 Smells like expensive perfume fits in your wallet 有一股茉莉花的味道 它说从上往下 然后还能防止静电 试一下,不知道我的头发一张够不够 因为今天要做新产品试用嘛 所以我就只花了一个底妆 然后一个口红,然后磨了一点染眉膏 真的有茉莉花的香味 你们觉得有区别吗 跟这边 看一下我的手 有种那种吃完鸡腿油油的感觉 但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油 好像是有一点效果耶 我感觉这个东西好像不太会把手弄的油 有个秘密的 然后你再去摸,比如说手机啊, camera lens啊 就会弄的上面都是油 我觉得还不如就用法油算了 性价比也不是很高 所以还是不推荐了 下一个产品呢,是一个眉毛的产品 Smashbox出的一个眉粉 我的 expectation是它画出来是那种水雾眉的感觉 它打开来呢,是这样有点像眼线烟 感觉很小一瓶,里面没有什么产品 我现在眉毛上已经有一些染眉膏了 我靠,感觉掉得我满脸都是啊 上之前呢,先要啪啪啪,tap一下上面多余的粉 从中间开始画 要重一点的话,不要用尖尖头 用边上去画 颜色选择比较少,只有四个颜色 blonde, taupe, brunette, dark brown 大家不要觉得我没穿衣服 其实我是有穿一个这样的top 这个是Aritia打折的时候买的48块钱加完税 我觉得还挺好的配一个这样的gym jacket 黑科技的东西你一定要先熟悉它的操作方法 不要像我一样拿起来就用 要不然就是disaster 先tap一下 所以我们来试试这一边 整个就很messy 还不如用正常的那种一盒一盒的眉粉算了 这个颜色对我来说也是太深了 现在画完很像蜡笔小星的感觉 哎呀,咋办呢 这个眉尾加深不够给力 就上不上去颜色那个 还有就是这个颜色真的不太适合我 现在很像蜡笔小星 自己看自己很好笑 嗯,我觉得适合那种比本来眉型就比较好看 然后只是要加深下颜色的小朋友 现在整个眉毛就是很 眉粉弄得到处都是 很不干净脏脏的那个感觉 哎,重新用回眉笔 有种重获金箍棒的感觉 眉尾这边就很好画这个角度 这个是我最常用的一个眉笔 直村秀的这个自动眉笔 下一个产品呢 又是一个黑科技 据说它是可以把市面上所有的 有晒的那些唇膏变成mat的唇膏的一个东西 也是smashbox的 我觉得smashbox很喜欢研究这些 别人想不到的黑科技 难道它是美妆界的elon mask吗 smashbox instamat lipstick transformer 亮面的口红变成mat 就像那种凯莉嫩尼尔 或者是Kim Kardashian那种 非常非常mat的颜色 我觉得比较glossy的唇膏 就是早上涂得好好的出门 到了上班的地方就已经出唇线 我的唇线不是特别的明显 所以我觉得mat的话 会move那么厉害 找了一下我 有一点shine 然后很喜欢的一个颜色 Nars的Linda 然后我就想用这个来试一试 它是一个比较 橘的我已经用的差不多了 橘黄色的板砖的那个颜色 我先去把嘴上的颜色卸一下 顺便跟大家说一下 我今天嘴唇上的这个颜色呢 是Buxom 这个牌子的 啪 这样吸住 感觉非常非常有质感 它是这样一个深红色 有一点像Nars的Louise 但是它更干一点 所以不会过干也不会过湿 薄涂厚涂都很好看 Voodoo Spice Voodoo Spice 很诡异的一个名字 大家能看到它是有一点 特别是下嘴唇比较明显 就是亮面的感觉 好下面我们要用这支 Insta Matte 让它变成Matte的颜色 有点期待 Drum roll 我有看过它的Tutorial 那个化妆师给模特用的时候 就是这样点点点点点点上去 这么多 真的有用 特别是中间那个扇 立马就没有了 你们看得到吗 不管什么光线下 上嘴唇现在是这样的 有一点光泽感 特别是唇峰的地方 高级的地方 我现在弄一点点上去 好酷啊 立马就变成Matte的颜色了 就是会把手弄得有点脏 好生气啊 我觉得这个唇膏Matte的感觉 我更喜欢一点 好用 这个OK的 今天终于有一个好用的 Cook科技了 这个我觉得立马就能把 家里一些很glossy 已经不流行的那些唇膏 再利用起来 好想再试一个唇膏 再想想有什么唇膏可以试的 用这个Bite Aero Root 有点 橘色的这个颜色 来试一下 算是唇釉的 酷我突然觉得这个东西 见证奇迹的时刻 你们看到吗 立马 上嘴唇跟下嘴唇就不一样了 我涂得有点太外面了 手指比较粗 但是这样明显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吧 好神奇 好了 为了给大家示范 我已经把我自己涂成 Angelina Jolie的嘴唇了 唇釉也是可以用的 不错 不错 这次去Sephora 我还补了两个货 一个是SK-2的神仙水 还有一个 我最爱最爱的卸妆膏 就是这个 Pharmacy的Green Clean 这个卸妆膏 我在我第一个Favorite视频里面 有提到过 下面一个是一个睫毛膏 这个是因为看它的包装上面 写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屌 It Cosmetics的Super Hero Mascara 上面写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屌 它上面说 Super Volume Super Length Super Elastic Stretch 只要一个coat 就能把所有的睫毛都包裹到 然后里面听说 它这个是跟皮肤医生 还有整形医生一起研发出来的 里面有生态 有蛋白质 有长头发的那个Biotin 还有Lash Lifting Polymers 还有Collagen 胶原蛋白 好像有点厉害的感觉哦 那我们就来试一下吧 兰蔻那种 睫毛膏的味道一模一样 也是很普通的刷子 就是直的 根根分明的感觉 然后不是那种像CVB那个那么湿的睫毛膏 不是那种苍蝇腿的感觉 而且它如果有营养的话 是不是还可以长睫毛呢 没有像它说的那么屌 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个睫毛膏就是 无功无过吧 它是比较干的那种 我的All Time Favorite的睫毛膏呢 就是那个CVB的 那个呢就比较湿 所以你涂完以后立马眨眼睛的话 就会晕到下面来 要把眼睛睁着不能眨眼 但是这个呢 就是比较干的那种 让我想到兰蔻的很多款 无功无过的那个睫毛膏 不知道持久度怎么样 我觉得睫毛膏还是不晕染 这一点比较重要 叫它Superhero 好像有一点名过其实的感觉 下一个呢 是Huda Beauty的 Highlighter这一盘 封面感觉很像Kim Kardashian 他们家的某一个人 有一个粉色的 有一个bronzer 有一个白 然后一个比较黄的颜色 这盘吸引我的地方呢 一开始就是里面的四个颜色 一起 要一起用在脸上 我就觉得很神奇 可能画出来就是像封面这个女的这样吧 记得之前有很流行的一个YouTube tag 就是用Highlighter来画整个脸的妆 包括眼影啊 我还挺好奇 就是这一盘如果都画在脸上的话 画在我们亚洲女生的脸上 是什么样子的 它这里面呢 第一个颜色 就是这个bronzer的 老外喜欢给自己的皮肤 有一点tan的感觉 很健康的小麦色 然后这个它说是set set自己眼下的makeup 然后从cheekbone到temple 就是你的太阳穴这里 可以打亮一下 这个scope cheekbone下面 就打一点阴影的感觉 这个呢就是腮红的颜色 所以我现在来试一下 tony effect的这个小刷子 先是这个比较深的颜色 所谓的小麦色 我打算打在就是平常我打阴影的这些地方 会不会画完就像十八同仁的感觉呢 白色打cheekbone sample还有眉骨的地方 就是这个部位 好亮啊 腮红 这个粉质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感觉我已经分不清 每个该涂在哪个位置了 我才发现这个底下是可以吸的 它会这样站在你的盒子上 这个感觉就是我平常用的那个 Becca的Moonlight那个highlighter 我都放在这边 现在把它放在这里 感觉老外就会把这一块给提亮 然后上下打阴影 那我来copy一下 会不会显得我脸很方 我觉得我已经在乱画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是拍 那种instagram的美妆照片的话 让你的脸感觉非常非常的有光泽 我最喜欢的是这个白色的颜色 涂在这个高光的地方真的很好看 我试试看这个黄色的颜色涂在这个地方 涂在这个地方 感觉就是稍微低调一点的高光了 皮肤白的女生呢 我还是觉得渗托里尼这个颜色 比较好看 涂高光的话真的好漂亮 粉质也很细腻 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跟大家一起试了很多我新买的黑科技产品 有的work有的不work 但是呢天蝎座嘛很好奇 很想试一试 而且这种东西只有你自己亲自试过了 你才知道是什么感觉 有的时候真的是秒秒 有的时候真的是哇会被惊到 科技改变生活 希望大家都能多尝试一些新鲜的事物 然后给你的生活添加更多乐趣 然后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